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21年谈EB1和NIW申请策略 EB1就是杰出人才申请,NIW是国家利益豁免 我们新卫明律师事务所为上千位的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成功的取得了这类申请的批准 那么形势在不停的变化 现在美国有了新总统、新政府 而且排期也有一些变化 很多人问到说我能不能办EB1 我现在是否适合办NIW 我的策略是怎样的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像前面提到现在有了新的总统 在移民方面应该说比以前更加友好一些 但是首先这个也是逐步的 然后也需要国会的配合 另外大家也知道 好多时候一些利好的消息 可能是给无证移民或者DACA 或者是难民等等是这样的 这个合法移民也得到一些好处 比如说H-1B签证持有人的配偶 拿H-4签证 如果H-1B持有人的140已经批准了 那么配偶可以办EAD 以前川普政府说要取消H-4 EAD 现在拜登政府说不取消了 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家属不占名额 或者是在排期排到以前能办EAD 或者说增加职业移民的名额等等 这些听起来都很好 但是现在还没有付诸实施 因为这些一般要涉及到对移民法的改变 需要国会通过新的法律才行 当然总体来说 我们感觉到现在在EB-1 NIW申请中 比以前形势要好一些 但是作为个人应该怎样抓住这样的机会 怎样制定个人的申请策略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很多人当然都希望办EB-1A 现在EB-1的排期也比NIW要短 但是我自己想要什么和实际能够达到什么 这是两个事情 愿望和事实 现实之间有的时候有一些区别 那EB-1排期虽然短 但是为什么它的排期短呢 原因之一是过去一两年来 EB-1的申请标准比较高 很多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这样才有了足够的名额 造成排期前进比较快 那这个僧多周少 从一个简单的道理 大家就知道 每年从中国新来美国读博士 拿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这个数量就很多 上万人 除此以外呢 还有从中国直接来美国做博士后 做访问学者的 还有从中国直接申请EB-1的 还有来自印度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等等 总之呢 自己认为基本上符合这样要求的人 可能有几万人或者更多每年 但是呢 每年批准的EB-1数量连上家属 对于中国人只有几千人 一般是五六千人吧 就是说拿到这个绿卡的通过EB-1途径 这个包括家属 那印度呢 EB-1A数量也差不多 印度EB-1C比较多 大家知道 那当然大家很多人可能清楚这样的形式 那作为个人 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 说得到EB-1的批准呢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你当然需要 比如说如果你是理工科的这个学者 科研人员 你当然需要有一些论文发表 有引用 一般要有审稿等等 这个是基本条件 那这个呢 往往只是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那除了这些以外 那你需要证明呢 你已经做出了比较突出的创新 对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好像比较空洞 具体怎么来做呢 比如有的人啊 这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写的呢 说这个我的研究工作 过于琐碎 你用的专业词汇太多 那移民官呢 可能不懂这些 是吧 那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呢 比如像爱因斯坦 你说爱因斯坦做了什么呢 你这个外行的人也基本可以知道 是吧 无非呢 写出来就是三句半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光电效应 爱因斯坦是通过光电效应 拿到诺奖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统一厂论 统一厂论最后做了几十年还没有完成 所以呢 也就是三个半这个项目 那么如果爱因斯坦的科研工作都可以这样总结 那你个人的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怎样精烈 让移民局的工作人员看过你的材料以后 他有一个基本的impression 而不是说啊 这又是一位生物专业 化学专业 材料专业 纳米专业的申请人 啊 他有十篇文章 三百次引用 啊 你看着办吧 那不能这样 是吧 那你要总结一下 解释你到底实际上解决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结构 或者我这个合成了一种新的物质 然后呢 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这个工作呢 呃 你要有相应的客观证据 是吧 比如说除了我论文发表 比如得到了专业媒体的报道 或者有同行的人找我来要样品 或者呢 呃 对我的工作有这个引用 有这个介绍 啊 然后我的工作呢 得到了highlight 比如说有这个journal的cover page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有的人说呢 我有这个专利啊 这个很好 那我有专利律师的证书 对这方面也比较熟悉 但是呢 你仅仅申请一个专利 一般来说不够 那你还需要有这个专利 比如说转让 或者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 我们看到呢 现在美国移民局 从某些方面吧 可能和这个中国的科研主管机构呢 有相似的思路 他想到的呢 是不仅仅是你做了哪些抽象的 工作 而是这个工作呢 得到了什么样的实际应用 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那很多人做的是理论科学啊 这个basic science 这个不一定能马上有生产上的应用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呢 至少你要讲到你这个工作 在本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响 比如说其他人是怎样用到了你的工作 怎样follow了你的工作 从这些方面 所以呢 要有一个创新 如果从类比角度呢 那么类似于在美国找faculty position 教职 或者申请research grant funding啊 申请这个基金 是吧 那你除了列出 我有这个那个论文 以用数量以外 你还要讲到呢 说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当然你申请funding的时候呢 是还没有开始做的项目 你在办绿卡的时候呢 是讲你已经完成的项目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但是呢 道理是类似的 总之呢 EB1申请 因为是一个判断的时候 是subjective的嘛 不是objective的 所以 这个申请批准呢 众所周知 现在比钱更难 比如我们听说呢 有一些申请人 这个他有几百次 甚至上千次的论文引用 但是呢 也不见得 就能够顺利取得EB1的批准 这个呢 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状态 当然大家可以争取 但是呢 如我们强调的 那你除了罗列 除我有多少论文引用等等 你要给移民观这个impression 讲到说你解决了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对本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相比之下呢 我们看到NIW呢 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如果你提交了NIW获得批准 那你就有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此后呢 你再办EB1都可以用到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那NIWI140申请呢 移民局的官费是700美元 NIW现在不能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EB1可以用 那么EB1的加速审理的费用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去年上涨了 现在呢是2500美元 那相比之下呢 NIWI140的费用要低得多 你申请NIW呢 Basically there's nothing to lose 是吧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然后呢可以增加一个Safety Net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呢 早申请NIW早布局会很有优势 有一些人讲到说 啊很后悔说 原来来美国不久的时候 就应该交NIW申请 但是没有交 那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法改变了 是吧 如果你呢 你现在适合办理NIW 那应该及时考虑提交这个申请 有一些常见的excuse 有一些人给自己找的借口 比如说我还在上学期间 担心提交NIW申请会影响OPT 这个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一般来说不会的 我自己呢 就是在PhD毕业以前提交的NIW申请 在毕业后得到批准的 也没有影响OPT 然后呢 我没有拿过H1B工作签证 后来就直接拿到了绿卡 还有一些人说 我是拿的J1签证 而且还没有办豁免 我们知道呢 这个也并不影响I140申请 你仍然可以提交 这个不管是NIW EB1 还是别的类别的I140 约卡申请 只有到I485的时候 才需要J1豁名 有的人说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呢 这个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是不是不够条件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此前其他的视频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呢 有硕士学位 或者是本科 加上若干年工作经验 或者呢 是艺术类 商业类的 他这个也都取得了NIW的批准 有的人说 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要做实验好忙啊 那你做的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呢 这规编到底呢 是PI的工作 是吧 那你也要为自己这个着想 不能光埋头拉车 也要抬头看路 那你这个NIW啊 或者EB1140的申请呢 不解决你当前的签证身份问题 但是呢 可以解决你将来的绿卡问题 那你要提前布局 是吧 临冤线余遇遇 不如退而截往 有的人说呢 我这个担心自己不够条件 那这个我们可以提供 提供这个免费的评估 然后呢 你可以email一下你的简历 credentials到我们律所 是吧 可以看到我们律所的联系方式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现在NIW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你有一些科研成果 有若干论文引用 那有的人呢 在博士毕业后不久 或者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或者有硕士本科学位 也可以取得NIW的批准 有的人说 我现在这个要去哪里 还不确定 可能会离开美国 那这个呢 我们在此前其他地方也讲过了 你即使改变工作 换专业 甚至离开美国 你交的140 得到批准 一直都有效 仍然可以保持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这样呢 可以让你将来更快 更方便的拿到绿卡 有的人说 我希望 等着将来办EB1A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是吧 这个早办IW会有更多好处 有的人说 我希望雇主能够支持 我办EB1B 或者EB3 那这个呢 首先 如果是雇主支持的绿卡申请 你如果中间离开这个雇主 有可能呢 就会造成这个绿卡申请 不能再办下去 那另外呢 你有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也是有利的 这个不用多说 还有呢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原来是学化学 学生物 学材料的 那提交了EB1A申请 后来如果转行了 那如果做的新的工作呢 还和原来的专业有关 你还可以用到原来的安邀司令 如果完全没有关系了 比如说 我转去做金融工作了 那但是呢 新的雇主答应给你办EB3 那像这样呢 你也可以用到较早的优先日期 可以较早拿到绿卡 总之吧 这个情况呢 比较复杂 case by case 看个人的情况 我们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文章 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上也有 就是讲呢 叫绿卡申请重复三遍以后得到批准的案例 这个呢 申请人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学者 他的EB1A办了三回 但是到第三回获得了批准 那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人用过Zoom 这个Zoom呢 他的创办者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实业家 那他的这个经历呢 也比较励志 他曾经申请美国签证 七次都被拒 到第八次得到了批准 当然现在嘛 事过境迁 你不一定要像原来那样 申请那么多次 但是至少可以了解到啊 这个圣经上说 你敲门 门就为你开 寻求你就能找到 是吧 那如果 我们周围吧 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例子 如果你有比较强的信息 Motivation 并且呢 相应的做出努力 一般来说呢 总能够达到目的 当然了也要有相应的布局策略 而不是以说 申请好难啊 或者是别的原因 这个procrastination 不断的推迟 开始申请的时间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1年 EB1和NIW的申请策略 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些申请的要素 前面讲到对于背景增强的呢 这个对EB1和NIW都是适用的 那你NIW相对容易批准 但是也要讲到 除了罗列为我论文以用以外 我对本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另外坎率的说呢 现在EB1A比以前要更难批准 那么早申请NIW呢 可以在申请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